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經理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部分該怎麼處理啊 這兩個禮拜前不是就交過你了 要搞什麼啊你 因為我才學過一次有些步驟忘記了 你經理腦啊 經理就三秒啊是不是 啊 這麼簡單東西也會忘記 吃飯會不會忘記啊 呼吸會不會忘記啊 上場床怎麼不忘記呢 他教醫師就一定要記得喔 好啊 那五壺亂罰是哪五壺 硫酸的化學是怎麼寫 蛤 這步驟以前學過了 你為什麼不記得啊 我才下的肥魚啊 好啊 我才下的肥魚啊 好啊 B 真的让我开心了 好 舒服啊 2.3升四缸涡轮引擎 最大马力280T 岂不立道就是薄啊 同期最大的动力 提起步的时候 方向盘是有点扭力转向 但输出刻意被调的线性 加上电脑一直监控 拉扯的幅度也会太夸张了 升胆百度好快又好顺 所以比和动力搭配的相当协调 排气声浪听起来过瘾 这可惜是从车内BNO 音响传出来的虚拟打起音效 不过能自爽又不吵人 也算不错咯 就爱这个跑道模式啊 油门和刹车的反应 在这个时候都加快了 方向盘转向齿笔也设定了够密 过期歪 双手都不用离开方向盘 操作反应当然更快 哇塞 跑道模式的避震器有硬喔 在吸震回弹处理得好沉好稳 完全没有改装车那种死硬 不愧是欧洲车啊 原厂旧配米其林PS4S高阶跑胎 还有一LSD前充电子限画插速器 天哪超听话的 入弯好久 控制好入弯速度 方向盘一转 车头就直接被带进去 就算是在这种夏雨天 四个轮胎还能紧紧抓住地面 双火塞刹车卡前的刹车力道也足够 抗这么强的动力 难怪让人看得信心满满 这种弯道性能 根本就不像容易推走的前驱车嘛 整台车就像你架的轨道一样 过弯直线超大 动态也稳 感觉底盘的能耐超过动力 或许叔叔个性可以调得再凶一点 好当我 刚好 好 Michael 你在干什么 呃 是是是 我知道了 以后我会牢牢记住的 谢谢经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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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